好, 和大家看看Cphesis 07 年第38条 Logitudinal wave is traveling from left to right in the medium Figure A shows the medium position of A to J in the medium 这就是它的Equilibrium T0 秒钟的时候, 现在就画了Position of the particle red zone Ratual of falling completely shows the displacement time graph of particle i i 那个, 只要集中看 i 这粒 接着就是, Displacement to the right is tend to be positive 向右手边走是 positive OK, 好, 首先我们看看T0 秒钟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看那个Displacement time graph Displacement time graph, SD graph, 其实只是看一粒 particle 可以随着时间改变的时候, 它的displacement是多少 所以我们只看 i 这粒 而我们看到的就是, i 这粒在现在T0 秒钟的时候 它是处于自己Equilibrium的位置 对不对 它在0 秒钟的时候处于自己Equilibrium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 ABCD 4 颗 graph, 立刻就应该可以淘汰A和B了 因为我们看到0 秒钟的时候, 它现在展示给你看的 它都不是在自己Equilibrium 它的displacement也不是零 OK, 所以A和B就不可能了 即是C, 是D 问题就是我们要判断, 我在0 秒钟之后那一下 它应该是向了什么方向 逐了 OK,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 右手边为之正的话 即是好像D这个 之后它是向了, 它有一个正的displacement 意思就是它之后它是 抖了向右手边 好, 那么我们怎样判断呢 是一个 最standard的做法 我们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逐粒Pollicles去数 数回它走的displacement是多少 然后我们就画一个graph 然后呢 然后呢 Direction of propagation 我是在向右手边 转移 那我们呢 就画它做一个graph 然后呢 其实画它是SDgraph 然后呢 其实这个就很像一个transverbs wave 然后我们就用transverbs的方法判断 但是呢, 这个方法是非常繁复 那我们用一些概念去推断一下 什么概念推断呢 就是我们既然说Direction of propagation 我们的wave的传送方向 是向右手边 什么为之的wave是向右手边移动呢 其实就应该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东西 转移到右手边 那我们才会说wave是向右手边移动的 对不对 如果不是, 为什么我突然会说wave是向右手边移动的 譬如 transverse wave来说 我说transverse wave是向右手边移动 那我们就是会怎样呢 我们就会下一秒下一刻 我们就会看到wave 就是 变了这个样子 我不用同一颜色 我就会看到wave是向右手边移动的 那我们就会说这个wave是向右手边移动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它向右手边移动呢 就是我们会看到 这些位置 是向右手边移动的 我说一个位置 不是说粒parical 它在那里的粒parical 只是向右手边移动 只是向右手边移动 就是在这里的粒parical 之后 它应该会在这里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crash这个位置 会移动到右手边的particle 承接了 成为了 crash的位置 OK 现在我们用 在longogene wave 里面 我们也可以这样推断 我们的directional propagation 是向右手边 那就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会看到 这些特别的位置 这个是compression的位置 和这个 刚刚挨在这个 reflection的位置 它是下一刻 下一刻 它当然不会再是compression reflection 下一刻 它在向右手边移动 即是下一刻 就应该由 右手边的particle 成为了 它的位置 右手边的particle 成为了它的位置 即是说 i 今次 这一刻 它就是 一个reflection 它向右手边移动 一个整个wave 右手边proprikey 所以下一刻 应该到 j 就会成为了 center of reflection OK 我们用这个方法 这个wave 是向右手边propriet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particle 的位置 这些compression reflection的位置 应该是 向右手边移动 所以j 会成为了下一刻 center of reflection 而i 它会做了 旁边的 陪陈的particle OK 你要成为 center 你也要 旁边的人陪陈 即是 原本 h 和j 在旁边做陪陈 H 就会离开了 自己的 equilibrium 向着左手边 j 就会离开了 自己的 equilibrium 离开了右手边 这些 才能陪陈 i 成为centre of where faction 所以 下一刻 j 成为centre of wherefaction 而i 也要做陪陈 它就会像h h 就会离开了自己的 equilibrium 向左手边 成为了j 旁边的陪陈 它应该是会离开j 这些 令到j成为centre of wherefaction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只是透过去判断一下 这个特别的位置向哪边方向族 然后 就会判断这一粒 之后那一刻 之后那一刻应该会去到大约什么位置 我们判断了原来 之后那一刻应该会去到 左一点的位置 之后那一去到左一点的位置 OK 再 recall 右手边位置正 那它下一刻 去了一些左一点的位置 即是下一刻应该去到负的displacement 所以 这样推断之后我们就找到 C这幅图 就是i这粒 particle 的displacement time graph